來聊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波斯對上瑪雅 那這張地圖是超級隨機 那這張圖喔 算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他的圖不是每一次都是這樣子喔 那這張圖的話超級隨機 他這次是雙TC 那有時候 超級隨機也會變成遊牧圖 所以每次遇到超級隨機 地圖的內容都不太一樣 那有些是大湖啊 有些是海 所以這個超級隨機可玩性蠻高的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玩超級隨機的 但是我是蠻討厭到這種雙TC開局的 因為玩得會手腳忙 手腳忙 手腳非常的忙亂喔 因為你要想 你要控這個TC 你要再控這個TC 基本上你TC都要分別去編隊 然後去超供 然後去想要怎麼回家這樣子 那這一次的超級隨機 看起來這張圖 黃金量跟石頭量是非常充足的 整體來說比較像阿拉伯 中間有個超級大高地 但是中間的圖比較少 只有幾塊石頭跟黃金 但圖的好處中間是高地 而且也是軍事藍王的必經要道之一 所以中間來說 強多也可能是個小重點喔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瑪雅 瑪雅的話 他一開始的資源會持續多50% 那弓兵的話有打折 非常非常便宜 可以把它想成是 哥德爾的一個減免的一個弓兵版 他也算是一個弓兵減免很多的一個單位 滾免 那瑪雅的話 他的一開始村民會多一村 然後織布技術的話 是可以免費 不是免費喔 是可以一開局的時候去點這個織布技術的 好 那稍微再講一下瑪雅的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的老鷹喔 是 這個南美國 這個老鷹國裡面 算是血量最多的老鷹喔 他的金冠點下去之後 老鷹的血量可以達到100滴啊 所以他的這個 工兵來說 工兵便宜然後 他的老鷹喔 血量又多 這個優勢來說會多很多 好 那 不好意思我更正一下喔 那個資源應該是持續多15%而已 5%記錯了 好 那這邊 這邊開局喔 看起來是 目前 不好意思我再糾正一下 紅色這個才是瑪雅 剛剛我們一直在看是波斯喔 好 但是波斯來說 我覺得這張地圖也是蠻很有力的喔 因為波斯來說 他有這個TC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而且這個加成喔 是在那個 世代封建時代就會有這個效果 但是 以這樣地圖來說的話 雖然黑眼時代前期還是要度過一個 漫長的一個 資源採收期喔 所以到封建時代才會做優勢戰 但是 以到封建時代就有雙TC 效率來說的話 我覺得還是不會落到哪裡去的 他本身最大的優勢就是TC 運作速度太快 聰明彩量會很快 雖然黑眼時代還是一樣差不多 好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就會加15% 而且城堡時代之後也可以蓋TC 所以造成波斯喔 在城堡時代經濟會突飛猛進的一個發展 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那主要波斯還有玩法 就是他有這個駱駝跟遊俠 那他可以出縱落也可以出遊俠 算是比較特別的一個文明 因為一般有遊俠的文明喔 是不會有這個駱駝的 再來就是 波斯的弓兵 他只要點下銀罐之後 點下銀罐這個波斯弓兵科技喔 他的弓兵是不用黃金的喔 不用消耗黃金 但是要消耗額外的木頭 所以變成說他在後期 弓兵優勢是非常厲害的 你就算只出一堆垃圾小弓喔 只要他家裡面去射進村民 也是射到他頭破血的喔 就算不射村民 去射這個吉兵啊或者是肉馬 效果也算是不錯的 雖然沒有強弩喔 但是他有拇指環 所以就可以補正他這個弩兵的一個缺陷 好 那順便再提一下 波斯也沒有三級射 所以導致他 沒有強弩沒有三級射 所以弓兵B5A非常強勢 大家還要記錄 帝王十大還有這個化石 所以可以再多一弓 雖然射程來說 比一般的弓兵國會短 手短一些 但是 以不要黃金來說 這個特典特性來說 已經算是相當超級了 好 這邊肉馬有點稍微鬆掉 但是 馬來亞這邊看來是要打小弓 跟均嶙的打法 看波斯有看到 波斯是打一個直層 那這邊打直層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 要想一下 這個開明點好像打得不錯 那馬來亞會壓力很大 因為馬來亞沒有直層的話 這邊經濟會差的蠻大的 因為波斯移上城堡時代之後 這個工作效率會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這邊還有科技上的優勢 馬來亞這邊可能要趕快想辦法 升到這個城堡時代 現在出兵可能有點太晚了 已經死一分鐘了 而是雙Tc的情況下 對方已經開始升到城堡時代 一級金也挖好了 品種也點下了 改點都點了 馬來亞一看到就說 上城堡時代了 趕快找破洞打 但是 還找不到東西可以打的感覺 後面也在補一些兵過來 然後一級金點下了 看起來馬亞是要封建打城堡了 波斯的騎兵 稍微走過來 開射開射 這邊有要進攻嗎 看起來不太行 然後這個騎士量有點少 應該是三戳戳 三戳戳的話 要打騎士 如果沒有先解決一長傷病的話 可能會頭破血流 那這邊村民有點危險 會被抓到嗎 好像有機會 村民被收掉了一村 那這一村跑得掉嗎 但是騎士已經過來了 但是絕對要後撤 大家三騎士加一刺頭 想要來直接包抄 能包抄得起來嗎 哇 大家倆有騎士在後面 骨子這樣 哇這邊挖經了很多 攻兵過來 會不會出事呢 唉唷 一村應該可以 這裡好 一村 兩村 哇收掉了滿多村 四村 四村也算價值連城 那這一波進攻來說 稍惱算是齒品 可能有點小虧 但沒有關係 有收到村民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邊馬雅村民處理有稍微領先的狀況 因為他這邊還沒有點城堡的關係 所以TC在運作並沒有因為受到城堡時代的關係 所以導致村民減少 那加上這邊有打到一些村民 所以村民是暫時領先的 那接下來問題來了 你封建時代要怎麼打這個城堡時代呢 馬雅這邊爆金啊 一千多金 這一金哪去買這個 花錢買這個食物可能是不錯的 但這邊好像因為被燒的關係 並沒有太多手術可以去換 喔 終於買了 好 這邊大量買入食物 哇 很痛 大量村民被抓 目前波斯殺村民的數量已經反超瑪雅了 好 但是這邊有大量幾兵過來波斯這邊 但波斯有TC基本上可以守住了 防槍兵不足為據 那開始開出大量TC了 那我們剛好說到 這個波斯的TC運作效率是全遊戲裡面最好的 它可以算是你TC開的越多 你就會濃得越誇張的一個文明 它可以算是在團戰來說 你要玩濃的狀況 打什麼什麼黑森林啊之類黑濃的一些圖 波斯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又有遊俠 過頭什麼都有 而且它重點是 它可以打馬功喔 雖然它沒有三級射 雖然馬功效率會爛一點 但是它還是有的安息兩 跟這個重中一個升級 那整體來說波斯的話 大後期也都會打這個遊俠喔 加上這個免費的小弓 波斯弓兵 不然就是打一個急兵加火槍兵喔 Counter奇兵的一個隊伍 波斯的玩法比較算是 剛入手的玩家比較適合 我一開始在打天氣的時候也是用波斯在打 因為它本身經濟效益好之外 它本身又有駱駝 你打奇兵的話又可以打遊俠 如果真的遇到奇兵果的話 你出大量的重弱 Counter對手也是相當輕而易舉 同時來說 打工兵來說 它工兵又很便宜 又可以秀工兵 所以波斯在以前沒有那麼多DLC的情況下 我是蠻推薦玩波斯這個文明的 那時候第一版剛出 大概現今大約 兩三年前還是兩年前 這個波斯喔 出來的時候就有這個波斯工兵的能力 我是蠻愛這個能力 也用它爬蠻多分喔 我記得爬到1400多分吧 那時候1400多分 其實算是蠻高端的 那時候1400分 很多高手 那時候也有遇到viper他們 雖然那時候我還不知道viper他們是誰 那時候已經知道viper 但是我還不知道viper以外的高手 雖然那時候打了一些高手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常看到聊天室觀眾在那邊說 欸你打贏蛇你打贏蛇 我說啊 等一下 沒有 太大影響我到底打贏蛇 唯一有影響就是我打贏肥龍的樣子 但肥龍好像也沒有很常打4E5的感覺 所以在天氣也沒有很常看到他出現 那我們來看看瑪雅 瑪雅這邊也順利上的到帝王世代 兩步都到帝王世代 那這邊瑪雅直接巨頭強勾 大量的老鷹直接踢了上來 老鷹還沒有點這個黃金火喔 所以血量還沒有到最高 而且還沒有點下肌瑞英勇 是啊 哇這邊好像有點太弱了 唉唷這邊石牆蓋得好 瞬間抵住這個奇兵的攻擊 讓他繞路過來 要讓這個波斯一點箭矢傷害 阻擋一下這邊進攻 雖然是順利拆掉一些巨頭 也順利的把波斯的沉寶給打下 哇這邊瑪雅雖然營金很差 但是這邊高地有一個三城堡防守高地喔 那如果讓這個戰略位置被瑪雅拿下來的話 波斯就有點尷尬了 而且這邊開始升級這個奇兵喔 身為大奇兵的話 波斯可能要趕快去點這個銀罐喔 波斯攻兵 趕快來反制一下對手的一個 長槍兵的一個問題 不然這邊一直被瑪雅這邊保錐進來的話 記得採集點喔 或者是出兵點都被壓制住 不管是資源啊或者是要聚集喔 都是一個問題 好來看一下 不小心波斯會怎麼打 好大奇兵生產好了 那這邊雙人巨也點了 波斯還有特別地方喔 除了我剛剛上述講的這些之外 它還有雙人巨跟三級農田 所以對於我這個農民型玩家喔 我最喜歡農的 這個文明對我來說實在是太perfect了 功夫效率也好 又有三級田跟三級伐木 又有遊俠跟弱守 攻兵 又是免費的 又有火槍 要什麼有什麼 所以波斯其實對新手來說 我覺得算是蠻OK的喔 比起什麼法蘭克那些的 我覺得 你想要再讓自己更上一層的話 這個波斯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可以讓人家吸到非常多的兵種打法 跟相剋的一個問題 好 那如果你真的對這個文明有興趣的話 你一定要玩一下他的這個波斯戰象 波斯戰象是CD國裡面喔 大廂裡面最猛的一個單位喔 雖然他還是很怕遭響跟疾命的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玩玩看的話 你一定要玩一下這個波斯大象 也真的很好玩 而且殺傷力非常非常強大 非常個人蠻推薦玩一下這個大象 但是不能當主力打 對方出生旅的話 要特別去針對對手的生旅 要把這個弓兵跟那個肉馬 去針對對手的一個生旅 不然這個大象被招走了喔 真的會頭破血喔 非常痛苦 跟波斯大象真的太強了 好 那看起來波斯這邊是要打一個火槍 加上遊俠的玩法 這樣黃金銷量會很大喔 遊俠在研發了 那這邊大量擊兵跟瑪雅的這個魚射手 解決這個騎兵的效果非常好 雖然魚射手他本身的攻兵攻擊力會少一點喔 但是他跑速很快 集東西非常好 大量的火槍直接開槍喔 收掉大量的擊兵 擊兵是很害怕這個火槍的 因為火槍打步兵是有額外傷害的 所以步兵千萬不能被這個步兵 被火槍給遇到 不然真的會出大事 但是老鷹大量衝了過來 對人挖金的衝你們會出事嗎 哎呀開始被繞金了 火槍就在附近而已喔 沒有時間控 火槍打老鷹也是很痛的喔 你看這個傷害 哇直接扣一大個喔 三槍 三到四槍就可以解決一隻老鷹了 所以老鷹也是絕對不能被這個火槍給碰到的 冰一個大開槍 直接原地一起個寶箱來防守黃金礦 魚射手速上越來越多了 魚射手的話用遊俠打也是蠻好的 魚射手 而且魚射手記得看自己有什麼進防了 算他跑得快 而且他血量蠻多的喔 到金銳的話我記得是65滴血量 以弓兵來說 魚射手的血量是非常非常的厚的 好那這邊繞幾隻戰王過來小大祥囉 然後後面繞幾隻英勇士過來 那正面的話不太確定 所以瑪雅到底要從哪裡進攻喔 我有點看不太懂 他的思維到底想幹嘛 想要直接從中 出 去再進來嗎 還是想要幹嘛呢 中間出 冰打嗎 還是要中間出 一些 工程器應推阿 因為瑪雅呢本身喔 是有這個重型衝車的喔 所以出這個重衝 去打這個建築是非常快的 有一些高手我會把瑪雅稱為 是沒有馬的蒙古 因為他的這個魚射手 本身是跑得很快 所以射速也很快 所以就有人戲稱說 他是不會騎馬的蒙古 所以基本上也是蠻像的 因為蒙古本身有這個大衝車 然後瑪雅也是喔 所以如果你喜歡玩這個 瑪雅這個大衝車的一個玩家喔 瑪雅也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性質是蠻像的 而且瑪雅更容易成型喔 這個魚射手 造價非常便宜 蒙古這個蒙古圖技喔 雖然射速很快喔 要成型的話 消耗資源太大量了 所以要成型來說的話 算是比較克難一點的 如果你想要玩弱化版 然後容易成型的一個 大衝車配魚射手的一個玩法 是蠻推薦的 而且魚射手這也是有減免的 OK 攻擊到5加4啦 傷害也很高 然後血量到65D 沒錯喔 確實65D也沒記錯 好 那大量的火槍跟 波羅斯的工兵過來了 看來這邊 戰毛可以隱退了 接下來就直接出 這個大量的波羅斯工兵就可以了 畢竟自己還有這麼多木頭 木頭就可以拿來出大量的 攻兵 那這邊 有游侠直接硬 藏 傷害很痛 直接一字排開 直接硬吃 疾病的傷害 但是有游侠也是少了 蠻多隻的 哇 有游侠直接硬砍 魚射手傷害非常高 魚射手也沒辦法支持 被這個 有游侠砍 有游侠被打 也是很痛 大量的波羅斯工兵都在互相傷害 但是有游侠手還是非常害怕 有游侠進攻 有游侠快要死不倒光了 好 但是這邊巨頭刺激能夠拆掉嗎 目前巨頭兩步都在打 目前高地打低地的巨頭已經有優勢 但是魚射手雖然還是很多 已經慢慢補了過來 但是游侠還沒辦法繼續補上 黃金龍也太施工不上了 開始做買賣了 好 這邊攻兵 火焰密基地在貼上 大量的英勇士也過來支援 但是能解的掉這個城堡嗎 再來一次 就可以打掉 但是游侠能夠支撐掉正面的突擊嗎 突然這邊城堡 可能會守不住 三巨頭能不能搞定 欸 這邊怎麼有一隻 停下來了 變成兩巨頭 完蛋 這是細節 剩下一台巨頭再打 這台沒有架起來 欸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完蛋 巨頭都被砸光 完了 波斯這波打不贏 看 看來瑪雅不守護了 瑪雅大量的一個老鷹跟疾兵喔 過來防守 然後與射手去硬點對方的弓兵 但是對方波斯的弓兵是不用錢的啊 那不用錢的弓兵喔 這個數字也是非常好 5加3喔 攻擊力太有8喔 這裡射速是有母子環加成的 比不用洪進來的時候 這個當官是非常超值的 對 打對方弓兵也是很痛 打這個疾兵也是很OK的 重點是這個遊俠喔 能不能繼續出呢 因為遊俠的消耗黃金量實在是太大了 那只差19個人在花黃金 好開始做一些買賣喔 把大量的食物換成黃金了 但是瑪雅這邊黃金怎麼一回事的 3000多黃金 哇靠 這個人是怎樣 想要把這個黃金放到銀行裡面 換利息的意思喔 除細選喔 除蓄基金 好 右邊這邊 波斯蓋了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看來要慢慢去偷拆家 但是正面來說 波斯好像已經失利了 遊俠被這個魚射手射很痛 而且是高打低了 30隻魚射手不太好解 本來用這個重型投死車來撿 但是我印象中他是沒有重頭的 因為波斯他也是有重衝的文明喔 通常我重車的文明就沒有重頭 只有中頭而已 那中頭的話 大家上個火炮來打的話 還是可以解掉這個魚射手 但是要小心被魚射手秀 魚射手去針對這個投死車的火炮 以一般工程來說 操作性會更好去解決對方的一個單位 所以這邊要很小心去操作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邊開始在產出衝車了 看來是要從後面偷偷進去嗎 但是其實這邊是沒有為好 想要隨時進去是沒有問題的 我家很大 我玩了一九歲沒有關係的 這邊是很大的 你想要進去就怎麼進去的 但是左邊目前看起來波斯 有點節節敗退的跡象 T是一直被拆 村民術力都是120吋打120吋 兩邊經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但是波斯這邊明顯黃金庫存並沒有太多 好這邊遊俠繞了一對要去瑪雅家裡玩 那這邊走了進來才發現 欸!原來你根本沒尾阿 衝車直接長...長驅直路 結果遊俠在這個位置還是被城堡射 非常尷尬 然後大量的火槍跟擊兵 還有奴兵阿在正面做一個衝突一個交戰 大量的遊俠想要來包這一堆雨射手能包到嗎 後面包抄 前面火槍跟便宜的奴兵直接包抄 能成功嗎?雨射手還在跑 但是遊俠有點控不太好 雨射手好像勝利逃脫了 後面的支援部隊更合上來 極英勇士也是慢慢補了起來 英勇士的話還沒有點這黃金國 血量還是60滴 攻擊力有9加4 但是進行反彎只有3 欸!很怕遊俠的喔這個英勇士 好看起來這邊要慢慢突進了 遊俠的話要開始慢慢往右邊送吧 中間這個位置已經被瑪雅佔據了 四個殘寶 大量的均勻都在中間 我覺得再去強控中間這個位置好像不太好 而且這邊喔這邊高地一下就是高打低喔 大量遊俠直接倒地 一堆遊俠屍體都在這 雨射手直接一直手拆 這邊巨頭 但是右邊這邊慢慢要被突進出去 但是瑪雅也在努力防守 大量的村民去蓋起圍牆 這邊人家補了一個城堡 但城堡直接蓋在衝車點前能蓋得起來嗎? 只有大量的遊俠過來這邊拆村民了 但正面的話 大量的雨射手跟弓兵直接對射 但是雨射手有高地優勢 這邊弓兵的血量掉得非常快 但是火槍打這個雨射手效果還不錯 收掉了非常大量的血量 右邊的話 衝車升級終於完成了 重型衝撐搞定 兩百十幾隻力血不好解決 而且這邊城堡也蓋到一半 變成道德堡了 道德堡的出現能逆短嗎? 看起來好像有點難受 大量級兵過來拯救這邊 但是雨射手也過來 但是中間的話就變成個缺口了 這個缺口的話 並且波斯拿下的好時機 感覺波斯這部的升攻擊器打得還不錯 而且確實也換了蠻多單位的 問題是中間這個地方哪時候才有拿下呢? 感覺這個城堡是蓋得起來了 那要趕快用這個遊蝦去燒了更多 但其實這邊都圍好了 並沒有辦法任意的出去喔 那這邊遊蝦可能是要白給了 那這邊的話要不要找個時間 趕快去開始偷偷進攻阿 波斯這邊的意圖有點太懂喔 這一波進去好像去繞了一圈就出來了 並沒有傷到太多經濟喔 好大量馬直接過來收這個巨型偷子機 巨頭還在第一次打滴滴喔 第一次打高地的一個城堡 通常要四到五巨頭才比較好拆一點 不然還是很容易被對手給收回來 哇 這邊還是被城堡了 是要非常多的工兵 但是沒有關係喔 波斯的工兵是不用錢的 黃金庫存慢慢的起來了 因為這邊沒有再繼續出遊蝦 反而出肉馬 啪啪的單位都是不需要黃金的 肉馬跟工兵都不用黃金 連接白條女黃金金種 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大量波斯直接來中間 中間這個位置 大量網馬直接貼了上來 女射手跟對方的工兵複射 複射的狀況誰會贏呢 那只有英雄師過來 英雄師的話可能電視能力很好 但在這邊城堡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城堡把大量的工兵直接射倒了 但是沒有工兵之後 大量的機兵直接衝得出來 只將來硬財這個軍營動機 那遊蝦過來就可能也救不太多了 因為工兵是高打低 高打低的話 擊力傷害也很高 大妹的還有上面大量的女射手 女射手也在射 哇 女射手這邊也是非常激活 非常非常的快速 一堆猶太也是一身倒地 目前波斯看起來是解解退敗 右邊的話我蓋了一些卡丘 但是好像沒辦法 無力回天的感覺 大量的工兵就直接起來 來射這個機兵 但是上面還是高打低 女射手傷害還是非常非常好 好 上面這一波只要用遊蝦來包夾上面 女射手 女射手 但是後面有大量的機兵 遊蝦還進了一個輸出空間 大量的機兵直接除掉了盧兵 但盧兵也是把大量的機兵給收掉了 那問題是這個高地還是拿不下來 目前波斯還是沒辦法打下高地 沒有高地的話 瑪雅就一直有高打低的優勢了 傷害還是非常非常高 完全拿不下 這個高地實在是太重要了 好 那這邊高地拿下之後 大量軍隊直接來拖隊 軍隊拖制器看起來要直接硬拆波斯了 波斯看起來要沒救了 這邊還能打嗎 體積雖然還有 但是波斯感覺還沒有放棄 所以 遊蝦還在出 最後的遊蝦了嗎 遊蝦排成八個 狂暗遊蝦要來打最後的一波了嗎 石頭其實還有了 但是並沒有來修城堡 好 瑪雅你看到三級伐木 你看到才發現你沒點了 好 但是起死 波斯家裡已經BBQ了 很多英勇士已經在家裡 開始亂竄了 但是波斯已經顧不了這麼多了 家裡的城堡已經掉了 現在巨兵很重要 雖然奴兵可以白票 但是大量去送文化 這個經濟還是會自身不住 那自己家裡 並沒有太多單位 可以去瑪雅家裡去招了 所以導致自己的經濟越來越差 這個老鷹喔 殺的單位非常非常的多 哇 你看這個一桶一隻 哇 屠了非常多的單位喔 那大量有想要旁邊包操 但是這裡已經有個城堡了 所以這邊城堡過去吃了幾發 城堡堅持導致之後又撤退了 那正面的話 PC又被軍銀空氣開餐 基本上沒有正面的一個防衛系統 如果城堡的話 又沒有一個可以出境的地方 可以修城堡 為什麼不重要 就是要為了讓這個出境電腦 有更好的一個聚兵時間 沒有聚兵時間的話 一切免堪 在大金壓進的時候 你就很難去反敗為勝了 現在這邊一個大進攻 已經造成了波斯這邊大量的 有想已經瞬間倒地 直接打出了局局 波斯這邊後期打得有點尷尬 這個波斯攻兵 真的是 問題就是 就是 嗯 後期喔 波斯的黃金炮消耗量太大了 遇到這種打法的時候 波斯真的是很難逆轉 尤其是剛剛那邊 高低打低低 支援消耗量被換得太多了 遊俠大部分喔 都沒有一個輸出空間喔 導致他遊俠基本上 做不到什麼事情就倒地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該出這個火炮啦 火炮跟中投 戳一下也比較好 或出這個重型奴炮也可以 但我覺得火炮跟頭車還是首選 那重衝還是得出 重衝的話要擋這個 馬爾亞與射手的一個三號還是不錯的 那波斯這邊的抉擇 讓我有點意外喔 他沒有要打工程器 而是打遊俠加 肉馬 還有一個免費的工兵 一個作戰方式喔 所以導致他到後期 單位互換的時候 對方一直高打低 你就算用支援跟他耗 也很難耗得贏喔 好來看一下經濟喔 你們看這邊波斯經濟那麼好 工作效率非常非常好 波斯本來就是有經濟的一個優勢帶 因為工作效率 這張地圖對他有優勢 一台就雙TC 所以他這邊會影是正常的 但是他這邊經濟再好 卻也打不贏這個馬雅的高打低喔 馬雅其經濟沒有到那麼好 他的這個三級伐木 到這一段時間才點 這個三級伐木很重要 有三級伐木聞名 要點 可以點就該點了 這個經濟會非常好 但是他到這裡才點 導致這邊其實 馬雅這邊 我覺得啦 他中間沒有站下來 基本上是穩輸的 但馬雅這邊高打低的 策略實在是太好了 那一直把這個波斯壓在家裡 那中間 波斯的三巨頭進攻喔 那有一台頭車 居然還被他收起來了 不然那個城堡有可能是拿下來的 雖然拿下來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拿到這個高地啦 但我覺得馬雅這邊 確實是戰術上選擇來說 算是比較好的一邊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